我们评价完这36帧之后 然后就来到了总帧数一共是156帧 也就是从哪算呢 从这一部分一直到你的这边 这一部分一共是156帧 好了我们要将这156帧啊 往返按照花纹之啊 这部分是这个花纹 这部分是另外一种花纹 这花纹给大家看一眼 其实所有的花纹 到时候大家我们会给大家录一个视频教程的啊 你们到时候跟着这些教程来值 所有的花纹我们就不详细给大家讲怎么值的了 会在一个全新的频道 给大家把这些都录制好啊 好了这156帧的我们要向上 往返往返的一共值多少厘米呢 5厘米 一共值5厘米啊 因为到了5厘米之后 你的这个位置看到了吗 它就有这个花纹了 这花纹呢 它一共是6针锁链针啊 一行正针一行反针完成的 看到了吧 近距离看啊 一行正针一行反针这样完成的啊 然后我们就要把这最边缘的6针要织成锁链针 是作为它的领口来编织的 编针一定要记住啊 每一行都织 要不然的话它领边这就没有足够的弹性了 这点大家引起注意啊 有些人编针喜欢挑下不织那是不行的啊 好了我们向上织了5厘米之后 就改了6边这个 边缘这6针改成了织锁链针 然后一直向上推进 哎呀这好大一片啊 一直向上指 知道哪呢 我们要给它知道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从起针的位置啊 开始算起 我看是不是起针啊 我们要严谨啊 哎呀 果然不是从起针位置哎 我们是从 啊从一共21厘米啊 这21厘米是怎么算的呢 是从这个位置开始算的啊 同学们 从 从你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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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编针锁链针啊 这个位置开始算起 从这 从这开始算起 一直到你这个花纹 哎呀看不见了是吧 一直到你这个花纹结束 到这就变成别的花纹了 对不对 一直到这个花纹结束 也就是这个距离是21厘米啊 这个距离是21厘米 明白了吗 这21厘米保持原有的花纹像是值的 值不值得 好了 当完成这21厘米之后 下一个动作来了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啊 我们要将我们的所有的帧数啊做一次比较大的调整 也就是我们要把这一部分所有的花纹原来的这位置啊 看原来的我们起针时候值的这个花纹给它改成这个 同时要在这个位置啊把所有的帧数给它做一个减帧啊 一块给它减到60帧 给它减到60帧啊 只说这一部分你起针的这个120帧啊 原来你到这儿说起针你这是120对不对 原来这一部分是120帧 但是到这一行我们给它减到给它减到60帧 一定要记住边沿这儿啊 还有6帧呢 这6帧呢就要改了 改之的是锁链针 记住了吗 也就是它的边的部分啊 要不然的话这个花纹它就会卷边不好看了 所以这一部分稍微的有些困难 但是大家一定要认真就好了啊 也就是这块呢 左右各6帧的锁链针 中间呢是60帧 加上这边的30帧 因为这6帧是锁链针 加这边的30帧是相同的花纹 记住了吧 向上推进 推进一共啊 往返往返直 直多少厘米呢 直5厘米高啊 直5厘米 为什么要直5厘米呢 因为高度只有5厘米啊 看 直5厘米从这儿到这儿 直直5厘米就可以了 因为你看 就是相当于知道了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完成了 织完这5厘米之后 你看从这儿到这儿是5厘米啊 完成这5厘米之后 然后我们就向上啊 就把这一部分就改了啊 不再织这个花纹了 改织这样一样的花纹了 它你看是一样的 我们改成了一样的花纹 继续向上啊 嗯 嗯